今年是921大地震届满十周年的日子 那么当年这场地震呢 造成了很多爸爸妈妈原本捧在手心上的心肝宝贝 变成了孤儿 比方说画面这一位他叫小文 今年才刚满二十岁花样年华 在十年前这场地震呢 被迫截至一条腿 他不放弃也不断地努力面对人生 那么现在他决定跟其他921的长大孤儿一起站出来 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 也要来帮助这些巴巴水灾中的孤儿 当年921的孤儿们永远无法忘记 失去父母的悲痛 所以我觉得很激烈 那时候金姐要帮我做一些事情 我说哦 孤儿 记录片中五个主人王之一的小文 当年才十岁 一家六口剩下她和姐姐 小小年纪被迫截肢 失去一只脚 她曾经埋怨人生 如今二十岁的小文 成了舞蹈天使 可能可以做得到 别人都可以做得到 我一直觉得以后我会很好 一直以 对 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后面都会很好 就希望下辈子男做她的女孩 这是我希望的 对 我是希望下辈子男做爸妈的女孩 或者是我希望我生出来小孩子的爸妈 今年满二十岁的小燕 无情的大地震夺走了小燕全家 当年才十岁的她 从此怕黑不敢一个人睡 想念父母也只能偷偷掉眼泪 妈妈她做好的 我喜欢吃的菜 那怎么回来 这样子 然后哥哥弟弟都回来了 对 就梦了 我就觉得 这个梦好真实 可是醒来就没有 当年受创的九二一孤儿们 心灵重建之路和其漫长 当年失青的孤儿真的长大了 走出阴霾 他们立志当义工 帮助巴巴水灾四十名孤儿一起走过伤透 总听选旅时二人一方排北报道